我們在車廂內共同正視了一次 其實我們是會在乎這裏的變化 因為這裏的變化不僅影響住在當地的人 其實同樣地都影響每一個來到這裏的人 因為它不會只在這個版圖裏發生 它會不停延伸開它 包括你在這裏消費 而你知道自己在消費一杯這麼貴的咖啡時 你都會反思你喝的那杯是一杯咖啡還是在喝租金 Hello 我是嘉琪 Hello 我是茂希恩 我們這個畢業上路線的Outwork 就是有一架私家車做載體 我會稱它為不只是一架私家車 而其實它是一個有三邊屏幕的一個盒子 我們對於Cinema的概念 其實它仿設是一個漆黑的盒子 然後它有一個發光的屏幕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光與影之間的一些互動 而今次這個最有趣或跟我們一直認知的電影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一個預先錄製了 而是一個real time 影像的吸收 對於觀眾來說 其實坐在車上 三邊的screen 三邊的盒子 三邊的盒子 其實就是在看城市裏面的一些實事的場景 其實這裏一直以來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舊區 主要是賣電器 賣店 賣店 賣皮革棉料的地方 原本大南街就像這條街那樣 賣布的原料 拉鏈 絲帶 賣樓 三樓的樓 深水埗我一直以為是一個買遊戲 因為我去的時候也是買遊戲的一個地方 而且我小時候很喜歡去深水埗 因為有一個商場最頂層的玩家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是一個很開心的回憶地方 但是直至今次這個活動 其實令我真真正正認識深水埗是一件什麼事 因為我們做之前一定要看一些資料 亦都看一些當下發生的什麼事 以前的東西和現在的轉變 那我就會發覺原來我一點都不熟深水埗 即原來是 我不認識 所以真真正正現在才算認識到 認識到深水埗的一些歷史或面貌 因為好像剛才嘉琪這樣說 很多事情都有很多不同的變遷 有很多事情都已經在發生 而慢慢將原本的面貌已經抹去 譬如深水埗這個地方 其實就好像以前灣仔 即是氣貼街那樣 我可能以前對於氣貼街我也很熟悉的 因為我中學小學都在那附近上學 但是現在再去 哇很漂亮 但我不再認得那裏是哪裏 我突然想起有個女性客說過的東西 他就是說 他在某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又是一些翻新的東西 然後把一些新的裝修放進去 就製造一個復古的東西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句話很諷刺 建一些新的復古東西 是的 我就說 你覺得深水埗之後 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他就說 他可能會把大排檔都趕走 然後建一些復古的香港式大排檔 就是裝修很漂亮 然後畫一些畫 是以前的香港 然後裝修就說是用以前的風格 其實全部都是新的東西 很奇怪 我是喜歡以前的商場 是真的 我明白你的那種說法就是 我現在有一種就是 樓下只是一個商場 我沒有任何感情在 下去就是下去填飽肚子 下去買需要的東西 但是以前的商場 不知道為什麼真的有些人情味 你就會覺得 因為都真的 有很多一些獨特的小店 或者自己的品牌的食肆 你會覺得 好像每一樣東西都有些回憶 跟那裡的員工都好像有一些感情 以前可能會有的文具店 是很喜歡在那裡抽那些玩具 但現在已經變硬了 一定是這樣的 有這間店 有這間店 放心 你去到哪裡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真的不去到處走 你這樣問我 我真的立刻想起 什麼叫認得自己家附近的商場 原來我發覺我不認得了很久 不認得的就是接受了她的一種冰冷感 而我不需要認得她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是住深水埗 我經常去西九龍那裡 倆媽媽買玩具 那時候是會記得 每個店的人的意義是什麼樣子 但現在就變相好像就是你所說 就是全部都是一色一樣 而且裡面的人都是 打工 大家都是打工 是的 因為這間店不是自己的 我打工而已 但以前不是 以前是這間店是自己的 他們真的會覺得 那賺多少 穿多少 自己沒所謂 大家街幫 便宜一點 現在不會有的 神經病人跟你說 神經病人不是我那代 我老世代 怎麼便宜給你 現在變成這樣 我們怎樣令到這個作品本身 是真真正正和人對話 又或者觀眾接收到的東西 我們是否聆聽到 這個都很重要 在做筆劇上路線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觀眾是會 給他一些對於這個地方的感受 又或者是 說那裡的物價的時候 他真的會反應 對 剛才我喝了一杯75元的咖啡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很少來這裡 我覺得這些溝通 或者這些交流 是一個 我即時收到觀眾 對於這個割裂的城市異象的反應 以及他立即感受到 我們這個模式 是製作著一個什麼的觀飲給他 本身那個作品的英文營名叫做 Let it ride Let it ride 的意思其實就是 如果翻譯為廣東話就是由他 由他其實是一個很諷刺 很矛盾的狀態 如果你不想由他 可能由現在開始去想 簡單如你選擇怎樣消費 你簡單如怎樣跟你住在那個地域的人 過緊的怎樣生活 又或者你細心看 其實每一個個體 每一個生命在這個地域裏面 其實他們面對著什麼問題 懷著共同遠望的人 他們能夠結聚 能夠形成一股力量的話 哪怕那是一個 每個個體很個人的決定也好 而這個決定是相同的時候 他會變成一種影響力 這是一個很虛無的說法 但是是有一個這樣的圓景 他懷著相同的圓景 他們結聚的話 是會改善一些東西